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依然维持在1460以下的低位 而数字货币比特币呢目前也是在8000美元以下 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58.30美元左右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今天由于是星期五 所以我们说说这个市场以外地区的事情 其实呢最近啊包括我们的客户朋友也好 还是我本人的有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一些长辈经常会问到我们 说到呢这个他们对于小朋友或者说他们的自己的子女呢 非常希望进入这个金融行业 所以呢他们一直对于金融行业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存在一个神秘感 所以他们想问一下如果是大学毕业生 如果是刚毕业 那么假如是在go markets开始工作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环境 或者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个人成长呢 所以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也说说这个题外话题 那么相信呢我们知道呢大部分的中国的家长们 或者孩子们的选择大学的科目啊 一般来说啊 以三大类为主 成绩特别好的那自然就选择的是医科啊 或者是法律 那么呢这个对于数学或者是物理特别感兴趣的那些朋友们呢 或者说是同学们会选择的是工科 特别是建筑呀设计呀这些 但是应该说超过一半以上 我们说的是在澳大利亚主要大学的这个中国家庭的孩子呢 会选择是读的是商科 其实商科里有很多不同的门类 比如说是会计金融经济 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市场营销啊等等的 它都是属于商科的范围之内 那么如果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是读金融或者读商业的啊 毕业之后呢想从事金融行业 假如他选择的是证券 这个我们说的是细分门类的话 那么他未来很大程度上呢 应该说啊可以参考一下啊 这个我们员工在go markets的一个职业发展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在最近我们的团队中也有一些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啊 通过实习留下来的一些员工 那么通常来说的话呢啊 在实习在一开始毕业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面的话呢 呃他们都都会呢通过实习来大概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或者是工作种类啊 通常呢会要求这个每一段时间或者是每一周或者每两周 撰写一些与市场相关的金融报告 比如说是股票分析报告 外汇分析报告等等 在熟练了之后呢 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呢 尽量的去展示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是上这个新闻或者是上点评等等等等 其实啊我们说白了 在每一个行业中 可能很多毕业生刚毕业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或者说自己喜不喜欢 也许我们说的是也许 你读的职业啊和你未来的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相同的啊 如果你发现你真正喜欢的 假如你喜欢的是电影 而你读的是商科 那你之后工作之后呢 会觉得会非常的痛苦啊 所以说呢 呃如果我们说到 你在这个澳大利亚身份上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我还是比较赞成的 我们还是要追逐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啊 毕竟在这个时代其实呢 啊说白了 咱谁都饿不死啊 都有饭吃 但是呢 我觉得趁着年轻还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这样呢 才对得起自己啊 几十年的付出 当然了我们再回归正题 那么如果正常来说 一个毕业生在金融行业里面呢 在初期肯定是处于我们叫做一个积累阶段 其实就算他自己可能呢 也不知道他擅长什么 所以就像医科毕业的学生会在医院的每一个部门里面轮岗一样 我们通常呢 也是建议刚毕业的学生会在我们的公司里面的证券公司里各个部门啊 或者说是主要的几个方向做一个轮岗啊 比如说是销售部门 比如说是分析部门 比如说点评 比如说是封控 比如说撰写报告等等等等 通过各方面啊 这个尝试和他自己的这个努力 应该是在六到十二个月时间里面呢 我们是希望呢 他能够找到自己擅长的 喜欢的 以及呢 未来的发展方向 之后呢 就重点向那一块去跟进 或者说去加油努力 这个其实啊 咱们说白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啊 刚毕业的学生的 因为呢 其实自己擅长什么 很多时候你在毕业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只有呢 试了之后 也许你会发现 哎 我原本并不知道我擅长这个 没想到我能够做的这么好啊 很多时候啊 我们说到这个意外的人才呢 就是在一次一次偶然的尝试中被发现的啊 那么也有这个最近 有朋友问到呢 你是说经常说到啊 我们节目中也好 分析中也好 说到看问题也好 或者说投资也好 我们一定要看的方向要远啊 站得要高 但是很多我们说到的这个刚开始工作的啊 这个员工们 他也许看问题并没有那么全面 那么到底是有关于这个一个了解一个公司的财务情况 或者说是财务细节重要呢 还是说我们只需要看大的方面就可以做出投资判断选择啊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么难啊 我这个是不是能做得下来啊 就会有心理有担心 所以说的话呢 我尽量在节目中是用简单的话 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思维啊 来传授一些基本的方法 但其实呢 我们以专业性来说的话呢 在看完了大的方向之后啊 比如说假如我们看奶粉行业 然后一看到货架上啊 比如说奶粉啊 经常被抢购一空 这是说明这个行业或者这个这个产品的非常受欢迎 然后我们在这个奶粉行业中再来细选公司 那么一旦敲定了这个行业之后 在细选公司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的确要看他们的业绩报告 市场占有率 包括他们的运行的运营能力 那么这一些的话呢 通常来说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 可以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得出一些分析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我们看东西只要看大的 就直接可以买了 虽然说大的方向可能我们不会犯大的错误 但是在细节上啊 或者说在具体选到这个行业里面选哪一个公司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比较一下这个行业中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前两年 我们知道2016年的时候举个例子 当时石油价格呢 从14年的140 110美元一桶下跌至26美元 直接是打了个二折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广播中说到呢 既然油价变成原来的20% 那么获益最大的是谁 大家一想 那就是交通运输行业 物流 航空公司 包括一些我们说的旅行社 那么我们在敲定了这个大方向之后 再到这些行这些领域啊 去选择公司 那么同样是航空公司 比如说澳洲航空 Quantus 对比第二老二 叫做 维珍航空 同样是两家航空公司 但是从2016年到现在 澳航的股价 涨了整整3.5倍 但是维珍航空的股价呢 却依然维持在之前的地位 所以说即便是大环境 对于一个行业好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对于某一些公司 做一番了解 就如同奶粉行业中 我们知道的A2 从上市的五毛钱涨到17块 但同样的奶粉 贝拉美 虽然也从1块钱上市涨到22 但是它却从22 再次跌至了4块9毛钱 在被猛牛收购之前 它的价格也是迟迟在 8块至9块钱附近 并没有像A2一样持续上涨 那么这个中间 就需要我们对于财务报表 对于现金流 稍稍有一些了解 所以我说的这话呢 其实我们说白了呢 这个大方向是让我们选择 投资的种类和投资的板块 那最后细到投资哪一个公司 哪一个上市公司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对于 公司的财政情况 做一番了解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我们在本周日呢 会在墨尔本东区举办一场 对于带入顾比技术分析 有详细的介绍方法的一场小活动 欢迎大家到时报名参加 报名链接就是在我们视频下方中 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 8658-0603 给我们同事来参加报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